南奇怪兽宇宙实力排行榜 谁才是你心中的最强 第二名王者基多拉 被帝王组织誉为零号怪兽 他是来自金星的入侵物种 在远古时代就已降临地球 但被当时的哥斯拉等人联手击败并封印 作为三手巨龙 基多拉在空中和陆地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即使强如哥总在陆战时也会被他轻松碾压 而他的大招引力光束 其威力更是远超哥总的原子统系 一击就能将摩斯拉彻底融化 就连星高气傲的拉顿在被他胖揍后也会彻底臣服 但基多拉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不善水战 在被哥斯拉拖入水底后 很轻易就被其咬断头颅 如果不是人类的神操作物伤了勇军 恐怕哥总单枪匹马就能将其斩杀 但无论如何 王者基多拉的真实水平都足以吊打一切怪兽 第一名雪魔 看过哥斯拉大战金刚2的小伙伴都知道 雪魔在该片中一直被刀疤王利用痛苦奴役 而且温顺的就像个二哈式的 最后甚至还成为了金刚的做起 但仅从他与哥总的战斗画面中也不难看出 他不仅体型比哥总大上不少 硬吃桃红形态原子吐息也不痛不痒 要知道哥斯拉此时的能量已经强化20倍勇 由此可见其防御力之惊人 再根据人类所说雪魔曾冰封整个时代 那么大概率王者基多拉也是被他封印的 因此除非哥总祭出红莲形态 不然雪魔基本能纵横无敌